哇 煮熟了也很漂亮 好鲜的味道 真像个小群 大家好 我是巧娘 这种菇我是第一次看到 竹生菇 又叫群子菇 这种菇时常长在竹林里 但是荔枝园里也会长 这个菇是刚刚开放 就是恰到好处的时候被我遇见 泡好篮子 准备拔回家 马上就煮汤盒 这个菇开放在五个小时之内就会烂掉 这个菇比牛肝菌还珍贵 我温柔一点 把这个根给大家看 这个菇的根跟雷公菇的根又不一样 在很浅层的表面 很少一点腐烂物就可以长 雷公菇最起码要长下去15公分 在白羽的窝 这个不是 这个只要适宜的情况下 一点点的小木头就可以长 它的根像一根线 就像包粽子的线粗细差不多 看 就这一件小木头 就是熔岩火荔枝的小木头 这个时候是最佳的时候 小裙子可以打开 如果开放两三个小时 小裙子就无法打开了 就会开始腐烂 看这个根 现在还非常漂亮 我擦下来 买回地理 其实根并不是种子 是头部释放包子粉 这个周围都是包子粉 因为裙子开放 释放完毕 真是太珍贵太珍贵了 万万没想到被我遇到了 好了 跟我回家 我们太平好山好水 会长出这样漂亮的菇 今天用乌鸡来煮 加上几颗枣 几片姜 纯净的水 只加一点点的酱油 和一点点的盐 其他的调味都不要 为什么要加姜和荔枝 因为这个糊有两种 一种是白色的裙子 一种是黄色的裙子 白裙比黄裙还优质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黄裙 黄裙子是有微毒 微毒就像牛肝菌一样 也是有微毒 但是牛肝菌 大家中先恐怖着吃 微毒就是偏凉 所以加姜和荔枝 那么有微毒为什么还吃 微毒不是说吃了让你毒死 比如说有些人花粉过敏 是不是就会起疙瘩 那叫微毒 大家仔细看 这是它的屁股 你看它一个小时 这个头就粘了 上面这一块释放包子粉 出了一种气体很臭 就是包子粉的臭味 就会引来很多的蚊虫惊咬 所以顶多五个小时 就会腐烂掉 我再洗一次给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头 这就是包子粉 看见没 黄色的一直出来 如果在地上三五个小时 就变得有臭的味道 这是这种菇的特殊味道 其他菇都没有 但是你煮出来就是很鲜 就像我们海边的墨鱼一样 黑墨就是鲜 洗完了直接下锅 蒸小火慢慢的煮 屁股下边这块底座 不舍得丢掉 给你们看反面 很少人见到这种菇 认真讲解给大家看 我都不舍得丢掉 放在花盆里就是蜜蝶香里当肥料 弄不好会出一个菇 现在已经煮了十分钟 再慢慢的用消火再煮二十分钟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可以关火了 看现在汤汁已经不多了 但是这个裙子还是很漂亮 关火后 慢慢的凉一下就可以喝了 哇 煮熟了还是很漂亮 真的太感恩我们太平的好气候 居然会有野生的竹生菇 再说一遍 竹生菇分两种 一种是白裙子 一种是黄裙子 黄裙有微毒 如果你是虚寒的人就不能吃 微毒就是偏凉 所以我们就煮上荔枝竹生菇 加上六片姜 这样中和热量 吃了就不会拉肚子 这个菇吃起来没有特别的味道 就是脆脆的 跟雷公菇又不一样 雷公菇煮熟了软软的 这个煮熟了吃起来有点嘎吱嘎吱的 很脆 但这个汤头非常的香 好鲜哦 虽然只有一朵 但是比我自己做的天然味精还鲜 真的好诱人哦 裙子不脆 就是这一块很脆 大家听到没 是不是很脆 所以每一种食物都有优点和缺点 像牛肝菌 大家说有微毒 是非常的昂贵 它偏凉 我们得加上红枣 加上了姜 加上荔枝 大家都知道偏凉的食物 吃了会拉肚子 为什么说有微毒 微毒就是使人吃了会拉肚子 但是这样中和非常的好吃 最后强调 如果你不认识菇 我还是不建议你随便的尝试 小娘是从小吃到大认识菇 小娘做影片就是想让大家对菇有所了解 但是不认识 千万不要尝试哦 好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